我是写卫卑的 这卫卑呢 它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呢 总体来就说 是中华民族汉代文化的 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是这么样的一个书体 那这书体呢 它有两个民族的文化融合 书体也比较特殊 也比较特殊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你还会说 它的造像 这是在河南龙门的造像 都是方笔的 方的都是像刀壳的一样 那么圆笔的那就是圆魂 起不见笔 勒也不见笔 所以说它的方笔和圆笔 效果非常明显 在魏碑当中有几大派别 那么有四种派别 一个就是磨牙 就是磨天的磨山牙的牙 简单的来说就是在山上写的字 刻的字 另外一种书体呢 就是造像 造像字 造像 就是制造的造 这个照相 相片的像 造像字 这个集中的地方 是在河南的龙门 龙门的古阳洞里头 有二十品 著名的造像文字 所谓的造像呢 就是说 一个佛爷 一个佛旁边刻上的文字 就叫造像文字 这个造像字呢 就是比较是方笔的多 因为卫碑有方笔和远笔 这龙门的造像字 就是完全都是方笔的 不同的方笔造像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就是碑节 这是碑 主要是碑 最后就是墓志 墓志明 墓志明这个书帖 超过他的数量之多 超过任何朝代 卫碑呢 就是从他的时代开始 就是北魏 统治中原的那段时期 兴起来的这个卫碑的文字 卫碑的书法 之后呢 随着年代的突移 他就淹没 几乎是一千几百年 就没有人提及他 一直到清代 由阮源 康有为 才把碑学提起来 到清代 是碑学 重新振振兴的时代 那么诸步被人认识 一直延续到今天 他最大的特点 他的笔法都不一样 他的笔法都不一样 你还不说 偏语偏不一样 点语点不一样 横语横语也不一样 他比唐代书法反差极大 他的结构 错乐 辐射 等等 是可以说各种姿态都有 北魅书法 还有两种 一个就是 有山林之气 一个就是有庙堂之气 山林之气 就指的是摩牙书法 他与同 他和山岳共同 和山岳共鸣 与山岳